HELLO BODY FINE,我是Kaiwan 今天我来开箱这个叫做YC YC Onion 的L型相机支架 那这一间公司非常特别 他们的产品名称全部都用水果的名称 不是水果 所有都是用食物名称来命名 所以这个L型支架它叫做荔枝 好啦不管讲这么多 我们直接来开箱看看到底里面有装了什么 然后待会我们也会做一个有点深入的 组装测试 看看到底好不好用 就跟大家说 OK,所以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底座 OK,那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支架的侧边 我来看一看怎么装呢 它可以长得像这样 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支Alan wrench 六角扳手 跟很多的螺丝 可能就是组装的时候需要用到 哦对,没错 就是组装的时候会需要用到 那YC Onion 这一间公司还多寄给我一个叫做 冷靴快菜夹做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轻松的夹到你任何的冷靴工具上面 像这样子 我们待会也会一起来做测试 那箱子里的所有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 里面就是空空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 呃,我们先来组合一下这个L型支架好了 OK,组装完之后 这个L型支架来到了238公克 就是整支的L型支架 跟它下面的配件238公克 这样算是还蛮有分量的一个L型支架 这个L型支架做工跟品质真的是 超级坚固 就是掉到地上完全不会有事的 你几乎可以用一辈子 如果你的相机还活着的话 那这整个L型支架都是铝合金做的 那它有做工我觉得算是90分吧 因为它边角都有做更加圆润的处理 像是很多的那种支架厂商 很多的边角都没有经过处理 或者是它处理的不当 所以你握起来 就会有尖锐的铝合金在你手上 所以非常不舒服 那它90分的原因呢 嗯,它还是有遗漏一些小小的角落 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常常拿到这些角落的话 真的还是会不太舒服 这些角落 我...90分啦 那这个L型支架底下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关 就是它可以放下一只六角板手 跟一个神奇的一字棋子硬币 那全部都是用磁铁吸上去的 而且它有非常棒的机关设计 所以你正常... 不会掉下来 非常坚固啦 所以你正常使用它是不会掉下来的 那这个L型支架 上面跟侧边都有热靴 旁边还有十二个四分之一的孔洞 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开口 可以让你方便更换电池 那这下面设计很特别 它已经是一个Arca Swiss的快拆板设计 所以你可以直接滑上去 你所有的Arca Swiss的云台 直接做拍摄 超级棒 那如果你的快拆系统 不是Arca Swiss的快拆系统呢 你还是可以加上你自己的快拆板 下面有五个四分之一跟一个八分之三 那为什么会有五个四分之一呢 因为你如果把快拆板加上去的话 像我现在锁在正中间 这个是Manfrotto的快拆板 那刚好会挡到旁边的延伸支架的一字旗子 这边 那也会刚好挡住我的六角板手 所有的六角板手是拿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位移 移到左边一点或右边一点 但是一定会牺牲掉一个功能 如果你移到左边一点 你就会挡住你的六角板手 那移到右边一点 你的延伸臂一字旗子就会被挡住 所以你就是 需要牺牲一点东西啦 好我们把所有的功能快速介绍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直接把我们的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把它放上来看看 到底怎么样 YC Union还蛮细心的 它下面知道BMPCC 4K下面有两个稳定插销 这样子锁上去 我的L型支架就不会晃来晃去 超赞 YC Union在把手下面这里 多出来一块空间 可以让你的小拇指有地方放 超棒 而且我的手非常大 这样子拿起来 多了一公分 这样应该有一点多公分 但多了一小截 真的拿起来 差非常非常的多 比起原本什么都没有装 真的是 如果拍片的话没有上肩架 我手持还是喜欢用单眼相机拿法 那它下面铝合针的切 就是它的做工 真的超棒 不会有任何刮手的情况 拿起来真的是超棒 所以它下面有这个超级大的开口 就是给你换电池用的完美 完全不会有任何卡住的情况 相机左边这个延伸支架 直接把你所有的孔洞挡住 那如果你需要用上面的 像麦克风啊 耳机孔啊 HDMI 跟USB 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轻松的拿出你的一字铜板 把下面这个螺丝转松 你就可以把这个延伸支架拉出来 现在拉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扩充你想要扩充的东西 像是我们加一点麦克风上来 再加一个AMO上来 那如果这个支架出来太多 你觉得重心有点太左边的话 你还是可以用一字旗子把它解锁 你就可以把你延伸支架推回来一些 这样拿起来又更加平衡 那上面这边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快拆冷靴 云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快速拆 装你上面装的东西 这个AMO好像有点荒谬 我们换一个东西好了 像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需要基顶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装上去 如果不需要我们就可以快速把它拿下来 如果是没有这个快拆云台的话 你每一次装上去 你这个下面的锁非常难锁 湿力点也不好 而且重点是你锁紧之后 整个东西还是非常松动很可怕 你随时都会把你的器材砸烂 那这个YCO你的快拆冷靴云台 你装上去可以快速又安全的把它锁上去 那你拿下来也是轻松快速的拿下来 算是一个小小加分的工具 我还发现一个超特别的东西就是 如果你旁边没有接任何东西 左边的热靴也没有接任何东西 你竟然这边可以当相机把手来使用 真的是超完美 那我觉得这个相机之家介于半龙跟全龙之间 就是相机的兔龙 因为它不像全龙可以完整的扩充超多东西 它上面可以接甚至是导管都可以 那也不像是半龙那么阳春 它只有旁边的一些四分之一孔洞 还有上面的简单的热靴这样子而已 它还有非常多更多更细微的神奇的功能 那我还蛮喜欢这种模组化设计 如果你在拍摄某一个案子 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个延伸支架的话 你可以把它拆下来 重点是下面还有你的工具 随身携带六角扳手一字旗子 都在你身边 你就不需要去找你的社助说 去帮我拿一根六角扳手 我这个东西松掉了 帮我锁紧 你就自己来 超棒 但目前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荔枝 L型支架的话 你只能购买整组就是延伸臂跟底座一起购买 但是我想说 这个底座功能其实已经非常多 像这个增高让你把手更好握 它的电磁舱轻松的开关 它的工具随身携带 下面有八分之三 四分之一的孔洞让你锁上快拆板 还有Arca Swiss 随时可以装上你的云台上面做拍摄 这有这么多功能 我觉得它的底座其实可以分开 不需要 一定要把整组L型荔枝支架 把它全部一起卖出 不知道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YCO年荔枝L型支架 跟这一个快拆冷靴云台的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按钮 对我们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拜拜